夜晚的魚尾獅 與金蝦酒店水舞秀隔海相互揮映 白天的濱海灣花園 天空樹矗立 劃分天際 以後新加坡積極推展觀光 如今也多了新賣點 走進濱海灣雲霧林 迎面而來的大瀑布水汽 讓原本的燥熱一掃而空 經典地標如今打造成電影 阿凡達世界 不只會在樹叢發現神秘生物 甚至還設置互動式機艙 讓每個人都能變身 獨一無二的納美人 但若想飽覽新國城市風光 觀光巴士是個好選擇 搭乘新加坡的觀光巴士 可以快速了解新加坡的熱門景點 而且隨車還有附上耳機 可以聆聽觀光的講解導覽 對自由行的觀光客來說 非常方便 巴士經過各個地標 旅客拿起手機狂拍照 一天內還可以無限次搭乘 而針對轉機旅客 新國也出招祭出四種免費旅遊行程 包括張宜機場以及商場導覽 和機場附近的文化遺產之旅 更積極和臺灣航空公司合作 每週臺北往返新加坡航班總共有46班 每日兩班已經全面恢復了 那這個我們目前在特例大概八成左右 好那已經幾乎都恢復到疫情前的狀態 新加坡力拼意後觀光 但也難逃通膨衝擊 最新統計新加坡已經和紐約並列 成為全世界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平均漲幅一年來飆升百分之八 因此想到新加坡旅遊 預算也得拉高了